大家好,欢迎收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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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S1的医生,医生调香,拥兵,拉拉队员,这怎么打 这个抓调香师,抓医生,抓拉拉队员都很痛苦,这三个人牵制单刀型监管者的能力都很强 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抓拉拉队员可能会好抓一点,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抓了,拉拉队员的话中场 这里要抓医生吗,好啊,抓医生好啊,我们这把的主角,这个医生,讲道理S1医生,三刀不过分吧 这把的话,待会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牵制到中场以后,拉拉队员能不能给一波加速,让医生有一个转点的机会什么的 记录员他必须打三刀,普通刀一刀,然后闪现一刀,可能还要封交互点一刀,这样三刀 第一刀这边的话有没有机会,选择进前面的板子 我也没能成功,抽到了这一刀,那是一个抽刀,算一刀 后续的话这边因为距离跟的比较近,好像没有人支援的话 医生这边要倒啊 这个状态有点难补啊,这个状态有点难补,因为人家闪现好了 走位,走位,走位,记录 还是被博弈抽刀抽中了,但是他不影响这一波医生的牵制啊 医生的牵制其实时间上面来讲还行 没有说是能够做到十足的牵制,但作为一个白板的话呢 牵制基本上也够了 后续的话看,因为这把求生者其实是可以通过第二波救人扛刀 去保一轮医生,去争取外面的密码机 第一波救人一下来嘛,也行 第一波救人就来 第一波救人来了就是因为他这边 因为有一个那个薄命的时间啊 这个薄命的时间不知道能不能 就万一你吃刀了,他就是浪费 就你这波拉拉队员过来的时间全部浪费掉了 16层激励还差12层 医生的话这边薄命倒是能拖完 拖完以后看状态能不能补起来 你别说确实这轮的话提前过来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提前过来他会有一个闪现的真空气 这轮记录员没有闪现,我强行帮忙卡刀 这个医生现在就可以去管自己补状态了 我现在无敌了 你打我好了 继续摇嘛 一刀打,直接起来,一个插刀 好,这边医生往前拉 拉拉队员可以继续掩护扛刀 最好去保一轮医生的这个血能回起来啊 那这一轮的话,拉拉队员的一个作用就全部够了 掩护,掩护,用兵这边自棋 反手想追到拉拉队员,拉拉队员完全不给机会 这把拉拉队员的作用是拉满了 在单刀型监管者面前保一个医生 这医生被保得好舒服啊 飞轮没能躲掉这一刀 但也可以了,也可以了 我继续保吗,你大不了换挂 你换挂这医生就立马满去 他甚至还把佣兵状态也给补满 对吧 所以说医生这边是没有机会去补状态啊 或者说他压根就没有想补 他就想要通过拉拉队员这边来掩护去拖时间 状态能补上吗,能补上吗 砸了个板子 那肯定补上了 那肯定补上了 这个,没补上 没补上 没补上,那也没有关系嘛 是不是 这边调香师机子在修 佣兵 佣兵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压着救人就可以了 现在需要有一个人去帮忙调香师修机子 求生者现在就差一波 他们两个人再救一轮医生也行吧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打不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一轮 记录员他有闪现 你刚才能保得住 你现在不一定保得住啊 你救下来以后我这边针对医生 你这个机子修不开啊 其实更多的应该还是让这边的队友去帮忙抢这个机子 这个机子不可能修开吧 这样的话翻盘了 佣兵是教自己而且战移拉满 这波就是穷主在决策上面 打记录人的决策上面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决策 当时就应该是什么呢 拉拉队员不要管这个佣兵 去帮忙修机子 然后佣兵救人 佣兵吃一刀他不倒吧 他能把人救下来 救下来以后扛刀 掩护这个医生 能掩护多少掩护多少 这样的话呢 他们至少机子是能量的 现阶段有个什么问题 他们的机子修不完 这个机子是修不完的 蛮可惜的 因为前期毕竟是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这边是选择放弃佣兵 过来管密码级码 其实可以选择守这个佣兵 因为三人残局一个人上挂的局呢 对于监管者来讲 对于纪录员来讲其实还是很好打的 不过呢 这边就是有一点 佣兵手里面有三个护臂 所以待会有可能佣兵26起来以后 这边是要交船的 这边是要交船的 一刀打中佣兵 好的针对刀没有任何问题 拉拉队员的话 这边的机子 再给他两分钟时间才能修完的 这个机子要修很久的 不要看看差这么一点点 79要差很多的 这机子根本修不完 80%你都能拖一分半 这里再投一个省月 再封一轮 再投一个省月 再封一轮 封住以后把佣兵挂上 甚至他这边可能会不会想要传一手什么的 先 这一波其实有点亏啊 我们看到这一轮他手里面是有记录的 但他并没有选择去压这个机子 而是把人挂上 挂人这一轮时间上面来讲 让队友让这边求者修掉很多东西的 你再去封机子就封不住了 这佣兵手里有护臂的 这一波我记得刚才是有记录有省月的 没有去 风而是选择挂人 有点亏啊 调师吃一刀 那走了呀 不对 出大事 这个佣兵买血两户币 抓不了了 抓其他人吧 抓其他人的话 抓调师 拉拉队员抓不了 拉拉队员有移速 这佣兵拉拉队员 面对记录员 都有很强的牵制力 调师其实还好 先封门 时间上面来讲呢 因为他手里面记录还有啊 封一手门 拖的时间倒是能拖不少 只是这里的佣兵 他还能玩 不少时间呢 就是吃到这一刀 过前面都有地窖 但凡这个门 门倒是开不了 直接传了 这波 等等等等 小香师回 拉拉队员处理不掉 这拉拉队员处理不掉 不过还好 这用兵是教自己的 现在的话 这边调香师赶紧点门 拉拉队员手里面双加速加飞轮 堪称一个什么无敌 那调香师拉出来42秒的挽留 但这用兵是教自己啊 这用兵教自己的调香师是个白板 不能四杀了吧 刚才有个菜逼在那边 叙叙叨叨的说啊 什么挂地压室啊 不应该啊 什么乱七八糟 死杀 哎走了 那还行那还行 三杀 这个拉拉队员没有那么快挂飞 拉拉队员挂飞就好了 这游民就跳地窖了 这把的话呢 说实话 我觉得球者其实已经打出了 很好的一个 那个拉拉队员的战术了 就保队友了 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 他们最后一轮的一个选择 因为单人修机打记录员是修不掉的 这个分段的老记录员根本不可以给你这种机会啊 好了我们改天在那下下下见拜拜